小燕燕 不准你走 我没有要走 不是你要出差吗 那你这 你来得正好 你看看还缺什么 各种常用药 充电宝 对了 我查了鱼城最近一周都有鱼 你最好多戴两件外套 你干什么 不行不行 你明天要出差 今晚必须回去收拾行李 早早睡觉 我走了 你要照顾好自己啊 放心吧 我从很早就开始一个人住了 我可是独立生活小能手 我不需要你独立 我会好好照顾你 等我回来 好吗 好了好了 快走吧 比我还唠叨 走吧 走吧 好了我知道了 你也早点休息 嗯 拜拜 拜拜 怎么办啊 我好像喜欢上她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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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在这儿 这里是我家 这间是我的房间 你说呢 你不是在出差吗 提前结束了 本来想去找你的 结果被我姐姐抓回家了 顾大总裁的相亲业 整个封城的千金小姐 像萝卜白菜似的任你挑 你还不乐意了 我的小灰姑娘 吃醋了 我又不喜欢你 干嘛吃醋 不喜欢我 不喜欢我 不喜欢 你盯着我看干什么 我说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别动 让我好好看看你 好几天不见 好想你 顾齐车你混蛋 对不起 相亲一眼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你来得正好 我们现在就出去 告诉他们 我们已经结婚了 你就是顾太太 免得他们总够安排那些 乱七八糟的事 但是 顾齐车有喜欢的人了 而且喜欢很多年了 顾太太 顾太太 不要 我们还是先不要公开关系 万一以后离婚了 我们不会离婚的 顾齐车 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 小的时候 我以为爸妈是天底下最恩爱的人 可是 我妈才走了不到三个月 我爸就娶了柳如燕 还带了一个比我只小一岁的妹妹 十岁的时候 陆浩天就说她要娶我 可是她和我的妹妹出轨 还有了孩子 而你 年阳 我向你保证 你拿什么保证 你别走 不许看 你别走 我跟她们一起去买礼物啊 你看看 合适吗 合适 就是太乖了 你别走 我现在要去买礼物啊 你看看 合适吗 合适 就是太乖了 太合适了 怎么了 我拉链拉不上 快帮帮我 别看了 快帮我拉拉链 我先走了啊 我以为是谁呢 链拉是姐姐呀 我以为给我带男人 真是下了血北呀 这身衣服挺贵的吧 姐姐生活费还够用吗 不会是偷来的吧 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 喜欢偷啊 你 没事吧 是你 沈总 叫我沈氏川就好了 小鸯鸯 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姐姐 见不到顾总就对沈总 夏雪儿 够了 今天谢谢你啊 沈总 你可别被她骗了 她呀 不过就是我们下载了一个脱油瓶 仗着有阔少喜欢就耀武扬威 现在被甩了 就又开始重新勾带别人了 夏雪儿 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 你居然敢打我 别挡了 这么美丽的小姐 怎么可以动手打人呢 顾少 我可没有打人 我刚才和姐姐闹着玩呢 还不过来 穿这么漂亮 躲在这里干什么呢 顾总 你 让开 别再让我听到你的泱泱出言不息 你要干嘛 送我老婆回家 这可是你的相亲业 你就这么走了 要不我们现在回去公开 难道你要我回去应付那些女人啊 所以 管她什么宴会 我老婆才是最重要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